这,哎,你个老家方言五公里,狗见了你都不摇,你就这关一网,你都没魂魅魅的,你还想上广州去发展去了呢,你就消停稳当的额了,人要走出舒适圈,我成是哪个大,二是哪个小的,你不知道啊,妈,那你胆大怎么看了稳去呢,你磨叽多好呢,妈,他你笑啥呀,哎,两年前啊,买个车,说干弟弟,两年,哎,竞胜他们六万五千块钱, 今年,头两家,他那车,降价起了,这里外比相当于大五千,哎呀,你别管我了,行吗,要玩家捞嗑呢,谁管你了,那你捞嗑到点别的,这么好的素材,干啥不能捞我,不止捞呢,妈,还得传网上去呢,他们都点了,就我没点,咋的呢,一锅米都熟了,完就一粒没熟,那你去干啥去了,陪太子都出去了,你还不信了你,哎呀,我的妈,现在,你是那不合群人, 人吗,人点两,你都不得点一个的,你多有机器容易感呢,不信,你叫进贡,他们都上局了,我就跟我去当个代价,不是不要你们喝酒,但是你说得有个度啊,人家喝酒都是微信,你们那帮朋友,哎,为了妈,像他们一牛似的,还不喝死,两个都不带三八根酒的,咋的烟网给你拍活呢,大爷粉的后天人家发的,那都下瘾,喝点啤酒,跟那大街亭又开着武林大柜了,多羡眼呢, 平时他们也不这样,那这不是喝多了吗,哎妈呀,那爷李白,喝完了做食物,说喝完了打虎,怎么就你们喝完个大街亭骂人干账呢,再一个,你看我给你分析啊,喝完酒打架的很多,哎,酒后买单的却很少,喝完酒打老婆的很多,打领导的却很少,喝完酒的乱姓的很多,乱转这儿的就很少,你看,证明啥,它不是酒的问题,它就是人品的问题,有道理,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那对对, 就拿本记上瞎回,你瞎回跳啊你,太投入了,那手机都快敲出火星子来的,哎,说你们男生是不是都喜欢看那种,有味儿的,哎,你说话文明点啊,啥味儿啊,不落分都退不了你那种,伤,哎哟,你妈,你懂啥,识识姓也,哎妈,我不懂,我就知道色字头上一把刀,先上票再商摇,那一个月工资,刷加年华的,都差200块钱的选手,你就别看直了, 那美女博主的评论区真的比考工都激烈,你倾家当场给人刷那点零用钱的,人都陪你过去骑洋,只能加速你过头骑,就真的是,哎,你咋那么宽呢,那我不看跳舞,我看啥,我看你呀,你哪有个女人样啊,那人家的身材,那胸,那腿细的,那臀翘的,能顶一瓶水,那你呢,我能顶一瓶油斩啊,喂,也是一小逼的,你咋不会跳舞呢,来不了,我那腰比领导的后台都比, 其实你身材也挺好的,你少穿点那种休闲装,多穿点辣妹装,那我觉得回头里嘎嘎好,我这人嘎嘎保守,我夏天穿脱鞋,我都是穿袜子,跟你喜欢的那种,平时穿穿个贴,出门的人,不是一路人,来不了,真酸,跟你交流争费点,正常,我的原因,我层次太高了,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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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我这样怼人呢,但是这两天牙刺呢嘛,看电影看的,就甲铃那个热辣滚烫,你们都看了吧,甲铃不是掉了一百多斤吗,哎,斗掌那个评论区有些人的那个嘴上了,关键吃饺了都没堵上他的亏约肌,哈哈哈哈哈哈,我要是减肥,能赚那么多钱的话,我也能瘦,哎呀我的妈呀,你是哪个屠宰场里边卖肉的呀,给你钱,你就能掉肉,那多给你点,是不是能买你命啊,还有说的,瘦了以后不好看了,显老了,你看他脸上都 你的嘴巴里边,好像死过东西,有味儿,腔的臭,用你测评了,耳门大众的眼睛瞎了吗,啊,还有说的,这瘦了,怎么变高冷了呢,感觉不接地气了,有偶像包袱了,上你家给你擦地气,就没有偶像包袱了呗,那么爱打字呢,糟糕的东西,还有人担心,说这瘦了之后,啊,上综艺不好笑了,也能演消品,还能说相声,还能自导自演,拍电影, 样样精通,哪有空逗你笑啊,啊,他已经很撒很美了,自己笑不好吗,简直就是爽闻女主好不好,能认别人优秀吧,就真的没那么困难,哎,如果你真看过这个电影吧,就应该知道,面对家人的贬低,男朋友的背叛,闺蜜的两面三刀,习惯人的鄙视,亲人的利用,然后说化悲痛为力量,哎,最后找回了自我,躲励志啊,其实减肥,就是他减肥瘦了那 这个过程,在电影里边就短短几分钟,但这短短几分钟,是从自卑型的一个逃偶人格,战胜突破自己的一个犀利战呢,是他打完了一场根本就不可能赢了的比赛,我还说自己赢了,确实赢了,他赢的是自己,多励志啊,多正能量啊,这给你起到了一个激励的作用,你也减减肥,对不对,别老躺子了这个功夫,起来吧 哦,哎呀,恭喜啊 嗯,反正现在开始穿四件了,在外白充银绳,然后里边穿毛衣,穿搭子衣,然后穿包子的衣 就你们没去过东北,你们对东北东有啥概念,就这么给你们说吧,南方人说冻死了,这是形容词,北方说冻死了,是死因 就外边的太阳,那根本就不叫太阳,那就要冰箱里得一盏灯 哎呦,你妈 那今天公司团阵,你带我们回东北的了 行了,让东北告诉你,这个冬天没有爱可以,但是没有女儿服,是真正不行的 哎,那啥天冷的,狗都退毛了,你不换了头一年好了 我不买,我今天走复古风,穿去年的 穷吧,咱都说穷的,还走复古风,有一话怎么说的 衣服旧了不可怕,可怕的是旧的穿不下 那去年的,那上半年的衣服穿都小了 你瞅瞅你甚至穿的衣服,真的是 大家比我手头都紧,颜色和缝 不到的一杯,我给你自己贴了盒 天天说自己过得不好,把衣上秤又胖了不少 哎呦,我们纳闷的,你说,我说你也没啥钱呢 你咋吃这么胖呢 一百斤的屁股,二百斤的衣服 就你现在啊,跟水桶唯一的区别就是有夫妻 对对了,你可别说了啊,明儿我到这楼间 我自己下一单啊 哎,对了,你就是有眼力见就能听懂我话里的意思啊 祝你生活愉快啊 哎呦,许姐,至于吗这 至于吗,这我这空调开的真的是 比我的前人的心都愣 太有财了 哎,你看看,像是咱们公司门口说的狗狗 一天啊,基本上就是玩手机 哎,把手机玩没电 给手机充电,边充电边玩手机 一大老爷们手不离鸡,鸡不离手 哎,什么胡言之词 那一鸡在手天长地久,鸡不在手他回都没有 哎,就是人类最牛的发明就是手机 真的 那可不,手机都干到了电视跟电脑呢 哎吧,何止啊 手表,手电筒,照相机,收音机,摄影机,游戏机 打字帽子,立签包 他闹钟 对 哎,最后再干掉你的颈椎 干掉你的腰椎 嗯,他不是在工作吗 哎呀妈,哎呀妈,老弟你快给他看看吧 那那是工作吗,那那是 空潮网民 嗯,什么空潮网民啊 就是人家用网络赚钱 哎,他呢 存完热闹 家族四币 主打一个参与 哎呦,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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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你当年高后打多少分来的 妈妈,说的残忽,你差点上清华的都 啊,那么高啊,啊,当年 沈阳清华分数线是639 那你考63.9 差一点 小数点点对不对 妈呀我在这儿跟你玩梗呢 那你考多少 我考396嘛 然后清华分数线639嘛 这就跟买彩票的数都对上了 完了岁数没对 396 这数挺尴尬啊 完了我妈就逢人就说我打400分 我妈说了不差第4分而已 哎呦你妈 那你说上个好大学重不重要 肯定重要啊 虽然是有很多就是混的好的 不一定上过大学 但是上过好大学的一定混的不差 这哪人装不了任职以外的钱 知识改变命令 那不一定吧 哎那啥不一定的 我跟你讲一个案例你就知道了 我小钱有一个同学 当时他妈给他算命 说那个他未来掏大份 这一手他妈当时上火 这一手这孩子不废的吗 但他不认命啊 他就要和这个命运抗争 现在是我们那个 这钢厂医院的村家 我的天哪 知识改变命运不对 哈哈哈哈哈哈 你这号算是废了真的 上午凶下午腿 晚上焚尸半夜鬼的 晚凌晨还刷到去缅甸北 那干啥呀 吓我一跳 那我有啥办法 那抖音搞给我推这玩意 哎呦你妈呀 尽管你就非常低调了老弟 抖音还挺精准 判断出你是什么货色的 哎不对 你哪找我操啥呢 你是不是在我手机的安检控啊 那我还用你安检控啊 那一天 抖音给我分享八百来条 咋你没朋友啊没别朋友啊 你这话说 谁没朋友啊 那我下个月准备跟我朋友去泰国 去缅甸 去那个卷卜在 只好是一条线路你 那是一条线路吗 那是一条死路 那那我们几个人一块去 你怕啥呀 一块去 一块去的一块回来呗 我都不怕你一块回来 我怕你一块一块回来 那到时候我还得拿钱去数你 我拿钱 那你不会分期付款呢 玩的呀 我怕他也分期给你发回来 像年轻的真实 那边天的地方 孙悟空去了都无力回天 猪八戒去了都得尝盘中餐 唐僧去了尼玛到西天 哎 沙河去了都得挑着扁的一瓶大眼 年轻人那么浮躁 上上大众发都得咱俩月钱 还要出国旅游戏呢 真浮躁 妈呀 坐这坐这 你又当然没看到我 家你老躲我干啥呢 我们俩之间是不是有啥误会呢 不是 哎呀实话跟你说吧 就 我那闺蜜王琪你知道吧 太知道了 咱了 他跟我说的嘛 说就不能对你上 太上杆子了 就是得保持距离嘛 啊 就是得若即若离的嘛 要不然以后就不好看着你了 哦 那我下月我和王琪结果你来吧 你有这么高速运转的机械进入中国进入我给出的原理小的时候 你们这带来有什么传奇啊 我们80后才是个传奇 嗯 有的当爷爷奶奶奶的 哦 有的还在生问他桑台你知道吗 有的还是单身狗 没找到对家呢 车贷房贷代代代相传 你有没有家 我没有 很羡慕他们那种就有车贷房贷的真的 我连房守护还没有呢 很羡慕他们那种动不动就遇到瓶颈的真的 我连瓶子我还没得到呢 姐 你是懂得安闻人的呀 事实好记得 还在帮你们这帮小孩子再拉扣 你们这帮孩子真的很厉害 哎呦你妈你可快拉到我哥 你属于是更有宁静的上我家来养老了 你妈 咱公司咱老卫生的阿姨啊 我那天我跟阿姨说我说我乱 你做电商的 平时指个相当啥的比较多 那时候那个年度那啥 你就拿去卖去 今天早上碰上阿姨 阿姨给我拿15块钱 告诉我这两天卖几格钱 我说你不用阿姨 我说我那意思就是几格子就给你了 你就是卖 阿姨你妈呀 我能要你个小孩钱吗 你们创业都不容易 你不信他阿姨阿姨有钱 你租这鞋子楼是阿姨儿子的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你不问问阿姨还缺儿子吗 她说那村属娱乐 给这个阿姨断练练身体打法卫生 我想到一个情人节赚钱的方法 哎呀 情人节下午晚上报名打麻将 那只报不打 报名费200 报完名你爱干嘛干嘛去 你爱跟谁跟谁 你爱去哪去哪的 那本人程度啊 保证向别人证明 你当天一直跟我打麻将 你所有报不了账都可以说说给我了 行不 行我去麻将 那是你想出来的吗 那不往这段子吗 都说你这辈子发不了财 这那今晚别人玩剩下的个儿 哎呦那行不通啊 那我前一天上饭店卖花 后一天上酒店卖药 你一天你能能整点正能量 到时候城管不抓你啊 你逆向思维 对不对 那咋的那情人节非得有情人的能过 那单身的 你不能给他整点服务相不啥的 对啊 那啥服务相目啊 套餐一 你只需要给我转6块 晚上就能收到5块2毛钱的转账 以及甜蜜语 套餐二 你只需要给我转60 晚上就能收到52块钱的转账 以及土味情话 套餐三 你只需要给我转600 晚上就能收到520的转账 以及感动到落泪的长篇小作文 你看咋样 还能配个换头像 哎 面的工程服务 别人有的 你必须也要有 太有才了 哎 私人定制 刚好你有需求 刚好我很专业 祝你生活愉快 再见 那安全带要是不用的话 就卸了给我当裤带吧 啊 啊 以后我都是有正的人了 不要那么紧张了 哎 你一般开自动挡的时候 左手都放哪啊 啊 放哪啊 我都是在外边去搬到其他车 玩的 是 正经的不是说自动挡不需要左腿吗 不需要你就卸了放后备箱吧 那后备箱干嘛用的啊 不就是专门用来放你的价值的吗 我提醒你前方有一智障 请你注意避让 不是啥呀 那人羊腊症的走道指定是喝的 你没看早啊 像你似的 那咋的你 你要替人家怀仿代价 你要给他买车呀 要给他养老送中去 我帮车辆价格昂贵 请保时5米以上距离 驾驶模式请执行 飞行模式请随意 我强烈建议你录个高德 那有人下载我 那有人骂你 正等一分钟不抢30秒 那黄灯都321了 你还当起跑线似的往前冲呢 哎 你是新手 你不是杀手 哈哈哈 那挖疼 浑身没症啊 腿也疼 没事了 弟 咱家有认识 我当场都烧头屋 我那天啥也不干真的 弄到挖头屋 屁股上他弄过身边 哎 你说你都不关心 我就知道骂我 老弟你知道那古代的太监 你没发现正一般人的生命都长了 为啥 而且他们武功都高 你觉得为啥 为啥呀 不愈子都高 哎练武才不会敌了当浪 你知道 你没事吧 我小时候灵魂山手 我就喜欢一月六三千 哎 长大之后 梦想成这个 一月工资正好三千 哈哈 三千是你花钱吗 老弟 你还得还贷款呢 啊 你要没啥事吧 你收拾收拾尾声 你给这个 我不收拾 我怕这屋里收拾太干净啊 就说我这一个个阿基 有道理 我跟你说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很有自知之明 你知道吧 就是为啥你不能备劲的 为啥呀 因为你不努力 老天都会收走你的财富 但反正 你要是自来就没啥财富的话 老天嘛 你也没啥办法 你说我是先买车呢 还是先买房 先买家外套吧 开村的 正经的 先立业成家 你就买车 先成家再立业 你就买房 那我呢 你先把现在用信用卡还上 那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正经的 我先立业 还是先成家 遇贵人 就先立业 遇良人就先成家 那买车买房子的问题 那不就出来了 那我呢 你不得于奇迹 你怎么问题那么多呢 我不世界未解之谜 回答不了你的十万优务啥 分比没有 和饭都吃灵魂一宿的选手 出面忘了都得分期付款 就这样的 这咱得考虑先买车 还是先买房 你上厨晚吧 你比那沈腾都早信 你过来啊 那我听你的吧 先买个外套吧 哎 你身上穿这个 挺好看的 对啊 贴暖和的话 就是我刚从折务上买的 那一路的 包裙服 是吧 宽装版型 特别显瘦 而且看我背后这个图案 顺利感满满 再加上我的通品牌的这个胃裤 一整套都算要出门 这是来你同款吗 对啊 来你同款啊 那你啥时候不穿了 给我穿吧 穿衣服都得简身的选手 你就上我评论区去买同款去呗 也不贵 百二来块钱 还能抽一千块钱 无门款一入院的品牌直发 这么有保障 你说先成家就是早红 那先立业的话 就算是晚红 那你说早红好还是晚红好 那先创业 晚红的优点吗 就是等你将来要是有钱了 你能娶个年轻的 那早红的优点呢 就是 等你将来离婚的时候 你还依旧很年轻 玩的啊 现成家还是现立业吧 你就把那个贤妻良母 成家立业 倒过里面 你就明白了 老弟 那就母良妻贤 也 李嘉诚 你是做什么的呀 我是做喜剧的 啊 干喜剧的呀 你哪个喜剧啊 不是 你是什么 你是龙的传人吗 喜剧的 做喜剧的 拍段吧 都阴啥的 啊啊啊啊 没关系啊 你要是喜欢的嘛 咱俩在一起 我给你插一个 不是 你是学画画的吗 啊 我感觉你描画的不错 你觉得我是在睡牛 没没没没 你二姑没把我挑衅跟你说吗 呃说了 说你有钱 完了李懿 啊你介绍 建议李懿呢 我不建议吧 这晚上得分什么原因 是这样的啊 我和前妻啊 有两个女儿 家里啊想再要一个 但是她身体吧 哎呀 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啊你想要个男孩 对对对 穿成现在嘛 不是 你知道你太爷叫啥吗 啊 啊 啊 这个还真不太气的啊 那你给谁接待呀 你说白了 你不是需要一个媳妇 你是需要一个生养的机器呀 这不是为人妻的一个执着吗 我的妈 张大夫呀 妙手回春哪 真的我多年的地血压 都被你治好了 兄弟我劝你一句 你以后别想起了真的 你就没还是上那个 生活用品店啥的溜达溜达就行了 啥意思啊 你不就需要一个传航用品吗 还有什么 你需要什么勤呢 告辞啊 后会勤 哎你坐这呗野哥 咋干活呢 家里保洁下班了 这自范来有心 你来我擦亮他 真的 就你这屋要整个什么拍灵异啥的 都不用找地方跟你说 哎 就是女的 你说这还整个新娘 你说多下阴呢 拍什么 整个新娘多下阴呢 拍灵异 灵异 你说的成下阴呢 这是艺术 谁艺术找老新娘 这下边皮股橘子啥 走下上供应 中国风 这是国画 这是公底画 你不懂吗 你别画画了 太下阴了 师傅你哪没上去呢 我 他他没人供他 他在这 这是他的一寸免贯照片 完了楼上那个 是那个二寸的 二寸照片 就抖着一个女的 你就得一趟 你也长成这样 你也上墙了 他俩还得搬配 就都差点红脸的 我希望我这辈子 不挂墙上 你早点上墙 不是 其实你来见我 你也收拾收拾 从那走的